你好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告诉你2022年5月射手座的预测 这是行星在过境中移动的图表 显示了行星的当前位置 第一弓和第二弓没有行星 火星和土星坐在第三弓 火星将于5月17日进入第四弓 木星和金星坐在第四弓 金星将在5月23日进入你的第五弓 拉湖和太阳坐在第五弓 太阳将在5月15日进入你的第六弓 水星坐在第六弓 第七弓 第八弓 第九弓和第十弓没有行星 火图坐在第十一弓 第十二弓没有行星 木星是你的上升点和第四弓的主人 木星在你的第四弓位于他自己的星座中 你的健康会很好 你的信心会增加 想买新房的可以在这个时候买 您也可以购买新车 可能会出国旅游 也会有宗教之旅 与政治有关的人会获得成功 你对别人的行为会非常好 你在社会上的声望会增加 你的生命会增加 想换工作的人可以在这段时间换工作 对于与研究领域相关的学生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土星是你的第二弓和第三弓的主宰 土星坐在他自己的星座中的第三弓 由于土星的shade study结束 你所有的问题都会减少 你停滞不前的工作将开始完成 你的威力会增加 那些与邻居关系不好的人 他们的关系会改善 金星是你的第六弓和第十一弓的主宰 金星位于双鱼座的第四弓 金星在双鱼座变得崇高 并带来非常好的结果 你可以买一辆新车 您可以投资新房产 和妈妈的关系会很好 屋子里会充满欢乐的气氛 那些没有工作的人 他们可以找到新的工作 那些从事工作和经商的人 将会取得进步 你可以在工作中得到晋升 金星将在5月23日进入你的第五弓 这段时间对恋爱中的人来说是好事 你可以提出你喜欢的人 水星是你的第五弓和第十弓的主宰 水星在你的第六弓 您丈夫或妻子的健康状况 可能会恶化 照顾他们的健康 你可能有皮肤过敏 工作和业务的好时机 参加比赛考试的人可以取得成功 太阳是你第六弓的主宰 太阳和拉虎一起坐在你的第五弓 太阳在白羊座变得高高在上 但太阳和罗呼在一起会导致日时 太阳将无法发挥其全部作用 运气不会支持你 与父亲可能存在差异 5月15日太阳将进入你的第六弓 你的事业会很强大 火星是你的第五弓和第十二弓的主宰 火星在你的第三弓 会有无用的运行 与弟弟妹妹的关系可能会恶化 与爱的伴侣会有差异 5月17日火星将进入你的第四弓 届时你的家庭将会有一场辩论 不要在5月17日之后购买新车或新房产 否则你的钱会被卡住 你也会蒙受损失 拉虎和T2一年半后 拉虎将在你的第五弓改变生效 而T2将进入你的第十一弓 学生在学习中会遇到问题 你的学习也可能被错过 孕妇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那些想生孩子的人 他们将不得不等待一年半 您的孩子可能会有所不同 您的孩子可能会养成错误的饮食习惯 他的公司可能与错误的人在一起 不要投资股市 否则你可能会蒙受巨大损失 爱情伴侣可以在爱情中欺骗 夫妻之间可能存在分歧 为了减少罗呼的不良影响 你应该念诵哈姆曼恰丽萨和皮施努顶伦 所以这就是2022年5月射手座上升的预测 有关更多此类信息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你